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虎君梅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有些时候会遇到不快乐 而且是很多很多的不快乐 那那些不快乐压我们压到觉得或者很没意思 或者很容易会胡思乱想 然后很多很多的犹豫担心焦虑在我们里面 那甚至于会有亲身的念头 那在这个分享里头呢 比较特别的是我借用了四首歌 这首歌这些歌对我的启发非常大 当我在年轻生命的时候 有些时候也遇到一些困难 那有些歌对我确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那可能让我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我被同理到 或者很清楚让我感觉到在很困难的状态底下 也许都还有那么样的一线神迹 所以呢在这个讲座里头呢 我会用四首歌的方式来连贯 所以我的主题就下得很轻松 就是我们一起听歌然后聊一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快乐这件事情啊 当它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 其实是蛮令人心伤的 那并不是说日常生活中都没有任何的快乐 而是好像找不到了 看不到了或者是听不到了 原本会让我们开心的事情 没有感觉了 或者是原本会愉快的事情 没有感觉了 那这个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事情 就像左下角的这个小人 好像一直都要努力的往上爬 然后会变得好像很卑微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可以探讨的议题很多 但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探讨说 为什么变得不快乐 因为有些时候这个问题 并不一定是当下最好的问题 但是我想要从这个角度 然后能够看到一个很有 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从植物的生长来观察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种过植物 如果你种过植物的话 那很有可能你看过 那个就是它的枯容 我曾经种过那个 现在也有种啦 就是那个薄荷 甜菊蜜蜜香 因为我很喜欢把这三个加起来 泡水喝 非常好喝 甜甜凉凉香香的 然后有一次啊 我那时候出去出国 然后啊 回来就通通都死掉了 然后通通都死掉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有点伤心这样 然后后来 我还是试试看给它浇水 浇着浇着浇着 过一段时间之后 竟然有一些小芽冒出来了 那是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然后呢 当那个小芽冒出来之后呢 那些枯枝都还在哦 所以那枯枝都还在 然后小芽同时存在 那个其实那印象让我非常非常深刻 那我们家有一个荆棘 有一个荆棘树 然后那荆棘树呢 是很有趣 就是那个只是刚吃完的荆棘种子 随便一丢 丢在土壤里头 然后没想到就长出来了 那长出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亚裔 然后它长出来之后呢 后来 长出那个好漂亮的叶子 绿色很厚饱满的叶子 第一年没事 第二年呢 那个蝴蝶就知道了 那蝴蝶知道呢 它就在这边采软 那采软之后呢 后来就长出小毛毛虫 那毛毛虫长出来之后 大家知道吗 那个真的是一夜之间 所有的叶子通通不见 那好夸张 光光光光 然后呢 后来就想说 哇这个叶子不见 这个植物也很难行 光合作用可能也差不多要拜拜了 结果呢 没想到后来 它过了一年之后 它又再长出来 然后就这样子循环好几年 大概我印象中至少有三年的时间吧 两三年的时间 每一次都是被毛毛虫吃的精光 后来那时候毛毛虫 那个还太多 有一度那个蝴蝶 大概太高估这边的叶子的数量 毛毛虫多到叶子不够吃 然后啊 后来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我跟我的朋友说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 我就问他说 是不是要买个什么 那个防虫的药啊 或什么什么的 那我朋友他就跟我说 俊美你放心 你就等着看 那个叶子它会长出 让毛毛虫不想吃的味道 我想说怎么可能 那后来大概到第四年第五年吧 真的耶 就叶子还是很多 但没有毛毛虫来了 所以这个其实给我带来 很大很大的一个启发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看似完全没希望了 然后已经几乎要放弃了 但如果 如果我们往对的方向 持续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作为的话 或者有一些不作为 我的作为跟不作为 其实是 一体两面 那很有可能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 并不是真实的 就是我们觉得 已经都没希望的 很有可能 他的希望正在土壤里头 在土壤里头 我们没看到 那不等于它不存在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种植物的时候 我们会很清楚知道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让它有成长的环境 包括土壤啊 然后我要去种植它 它有充分的阳光水 还有空气 对吧 然后适度的施肥 然后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种植物里头 会有的体验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很鼓励你可以去找东西 来种种看 以前我都觉得 我是植物杀手 什么东西都被我种了 都死翘翘 我曾经在大学 有放一组黄金格 它从我大一去的时候 我大二住校 从我大二的时候是一个叶子 到我大师毕业 好像也是一个叶子或两个叶子而已 它就很难种活这样 那后来呢 就是 但是后来几年的种植物的经验 让我有一些体会跟发现 所以我很鼓励大伙可以从 自己有这样子的体验 然后呢 也里头有一些发现跟看到 好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任何东西当它要成长的时候 它其实是具备一些条件的 它不会是空穴来风 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 当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 每个事情它都有它的一个脉络存在 只是有些脉络 我们看不到 在图里头 但是它不等于它不存在 或者有些脉络 它可能是透明的 就像空气一样 但是它不是等于就不存在 好了 那现在重点来了 当我们有不快乐的时候 很强烈的不快乐 不是一时的不爽 或者甚至于不快乐到 会有自杀意念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被养大的 那它会被什么养大呢 很多 比如说我们 这是我们自己了 我们自己的状态 然后可能有一些事情 让我们感到绝望无助 或者我们的情绪起伏很大 然后呢 或者我们会有一种 不管是因为任何的人事物 让我们感到疏离 或者是很孤独寂寞的感觉 那我们的价值信念 也会很充分的影响这一切 因为我怎么看待这人事物 我觉得别人应该怎么对我 我觉得我应该怎么对待我自己 我觉得这世界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它应该怎么样 好多好多的应该在 隐藏在这个价值信念里头 它都会深刻的影响着我们 然后呢 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 如果我们的生活习惯 基本上 嗯 那个生活节奏是乱掉的话 或者生活习惯 嗯 睡眠状况不好 的话 那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睡眠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睡眠不好 它 不只是睡眠不好而已 它会影响很大 它让我们容易生病 它让我们情绪起伏更大 然后脑袋更不清楚 做决策会更混乱 所以很多的生活习惯 包括饮食习惯 也都会影响 对吧 比如说我如果常 常爱吃 那个 那个 甜食饮料 那其实对我们也都会有 不好的影响 它会 有一个说法啦 就是甜食容易让脾气 比较脏 那不是说不吃 而是 吃的时候有点感觉 慢慢把感觉带到日常生活中 然后啊 还有我们 隐藏在心里头 或者 也许是过去式 也许是 现在进行式的一些愤怒 跟悲伤 那这些愤怒 跟悲伤 如果没有 有一个比较好的 环境 或者是人事物 来帮忙疏导的话 它都很容易一直 预计在我们自己里面 那当然就会累积出来 很多很多的压力 跟痛苦 那这一切一切 当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就会让我们 一次又一次的心碎 所以 虽然在心碎的过程里头 我们什么都会不想看 什么都会不想要知道 算了 我就这样吧 很生气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时间 是能够好好的看 哦 原来我现在的这个状态 是怎么被养大的 基本上我们的每一个东西 都是被养大的 可能被我自己养大 或者可能被别人养大 都有可能 它不是一刚开始就这么大的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 慢慢演变起来 所以我鼓励大家 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它的那个膨胀起来的大 就比较有机会被控制住 再不然脑袋瓜的想法 它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无缘无佛界 那当然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创造力的来源 也正是来自于无缘弗界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能量 很强的能量 那我怎么运用 我怎么对待这个能量 它就会有 很完全不同的一个展现 所以当我们非常不快乐 甚至于不快乐 到有自杀意念的时候 其实我们里头是有能量的 因为自杀意念这件事情 不是简单会出现的 只是我们的那个能量 可能被导到 全面的负面的方向去 而这个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会看不到 所以在这练习的 在这个讲座里头 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能够看到 然后帮助自己 能够从黑暗的幽谷中走出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 有一首歌我很喜欢 以前大学的时候 我心情不好 或者是说 遇到很大的很大的困难 然后又不知道找人讲 不知道可以找谁讲的时候 我好喜欢听这首歌 听这首歌会给我一些抚慰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是 大概70年代吧 60年代 70年代 很有名的歌手 叫Simon & Goffinco 他们的歌 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 然后我有帮大家写了翻译 I am a freshly fallen silent shroud of snow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I've built walls A fortress deep and mighty That love may penetrate I have no need of friendship Friendship causes pain It's laughter and it's loving I disdain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Don't talk of love But I've heard the word before It's sleeping in my memory I would disturb the slumber of feelings that I've died If I never loved I never would have tried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I have my books And my poetry to protect me I am shielded in my armor Hiding in my womb Safe within my womb I touch no one and no one touches me I am a rock I am an island And a rock feels no pain And an island never cries 不知道大家刚刚听完这首歌的感觉怎么样 我即便到现在我听这首歌 我都还是觉得很感动 就是它很清楚地表达我们那种 真的是难过到不想跟任何人碰触 然后就是好像自己是一个孤岛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孤单 然后就是一个人 然后哪怕你可能周围有室友 对然后或者周围有一些人 但是就是没连结 就是好孤单好孤单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种没连结的感觉 其实很痛苦 然后可是你说那没连结哪来的 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一定真的那么清楚 那我们也不是一直都没连结 所以它里头有一句话 其实我每次听了都很想掉眼泪 就是如果我没有爱过 我就不会痛苦 对那事实上也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这首我会觉得 对我来讲是能够非常抚慰到我心灵的歌 那我也希望它对你有相同的抚慰 对我来说是能够非常抚慰到我心灵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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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是能够非常抚慰到我心灵的歌